终于,有两个孩子犯下了大错,捡辫子。 在蜻蜓准备押解两个孩子回国的路上, 这两个绝境的17岁少年跳下了火车,留在了美国。 公元1881年6月9日,光绪皇帝下旨,撤回全部留美幼桶。 时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波特先生在给蜻蜓的公开信中写道, 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,人人善用时间,研究学术,各门学科成绩优秀, 虽然年少却谨言慎行,作风沉稳,不愧是来自大国的国民,足以为贵国增光。 美国少数无知之人,对中国人颇有偏见,也因为这些孩子而逐渐消失。 目前,正是孩子们最紧密的学习关头,即将开发结果, 此时撤回无异于尽弃前功,但圣旨已下,无力回天。 此时,据第一批幼童跨过大洋,已经过去了九年。 在这九年里,有人被提前召回,有人刻死他乡,有人拒不归国。 一开始,孩子们恋恋不舍,收养这些孩子的美国家庭,也无比伤心。 有位美国太太给孩子在中国的母亲写了一封信,您的儿子在美国期间和我们全家生活在一起, 他非常优秀,无论是成绩还是人品,您肯定会以他为荣。 如果此生无缘再见,我和我的家人将一直为他祝福。 当这群幼童回到中国,迎接他们的并非鲜花和掌声,而是各种质疑和讽刺。 上海申告说他们,性情则多乖丽,并负责多愚钝。 由于谈及国家大事及一切兼许之人,结婚跟思税,言相之意就是,性格古怪,智商低下,一群渣渣。 但是事实上,回国的九十四名幼童,全都活跃在铁路、电报、矿业、海军、外交、政治领域。 他们中,有人在甲午海战中为国捐躯,有人修建了第一条中国人的铁路, 有人成为了清华大学和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,有人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外交官,还有人促成了清帝退位。 命运轨绝,这群孩童再举首,已是半个世纪之后,此时他们已是年过路史的老人, 而这一年,恰好是1919年,他们历经晚清众坛的跌宕起伏, 目睹了近代中国的荣辱兴衰,作为中国第一批走进世界的人, 他们已经被新青年遗忘,他们满口地道的英文,保留着西方人的生活习惯, 在一个革命的社会,他们不但被人看成是前清已老,甚至还有养母之嫌。 这群孩子的悲欢离合,是一个古老国家的命运跌宕, 他们是荒原中的第一个探路人,是荆汤里最少的远航者, 他们欢乐,哭泣,成功,失败,被遗忘。 得云